大家好,我是曼大帅,欢迎来到本期的观战一把三郎人啊,配装的是勇哥,这套这种,怎么说呢,打约瑟夫还可以,还蛮不错的说实话, 嗯,欢老师这边的话是打了个勘探员,这个前半段大概前面一分多钟,我是在他们直播间看的啊,就是欢老师抢了小果冻的勘探员,然后两边还在那边草,主要这种其实打约瑟夫还是蛮不错的,这里的话,哎,一棍,古董商这边应该是想保一保勘探员的镜像什么的, 这边的话是看见了古董商的这个镜像,好,过来打你镜像,这边487马上说道歉行不行,呵呵,能不能不要打我镜像 整体上面来讲这个局势,因为后面的话还能砍到一个调酒师,且这边我看完就到这边啊,把那个调酒师挂上,然后镜像结束,然后翻上那个观战了,我就赶紧来给大家做,这场绝对好看 局上面来讲呢,这个局,约瑟夫还是蛮舒服的,这个开局,他如果能捡到人的话,哎呦,我刚才不知道他能捡到人, 他这边还真正捡到,捡到人的话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赢面了,因为外面缠了,古董商和勘探员全部是一刀煤,他们即便是顶着先知的鸟,都不一定救得下人来的,所以这个调酒师,目前来看,这怎么救呢,只能先知救,先知救了没搏命啊,这把有一说一,他们搏命是谁啊,调酒师应该也带的是个飞轮吧, 这把是四飞轮,四个人玩的花呀,对吧,排到了自家队友,然后另外一个是勇哥,这些人都是打得很凶的,勇哥为什么叫勇哥,他打得凶啊,先知这边压着也没有用啊,这先知不太可能去救这个调酒师的,救这个调酒师,我这边落地刀,有可能你们两个都得留下, 他要让你浇鸟吃一刀救下来,然后呢,落地刀啪啪一顿打,这个的话,怎么说,约瑟夫这边,应该是一个吻银版了,我觉得打到这个局面应该是个吻银版了,这局落地刀,有了吗,飞轮躲掉,可以,闪现落地刀吗,没有,捞下来,马,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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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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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打打 调酒师挂飞 看待员这边只剩最后一块磁铁 这一手如果能捞下来 我觉得这个局有得翻 捞下来的话 调酒师这边受到镜像 则算是 不过这调酒师也是一刀梅 他那口酒其实喝了感觉没什么用 因为他这镜像捞下来以后 镜像则算 他也是要受到那个四分之一伤害的嘛 也就是他无论如何都是一刀梅 现在的话外面三个人全是一刀梅 约瑟夫刚才闪现是怎么交掉的 我没留意到 应该是最先知的时候交掉的 然后小鬼哥这边可能躲掉了 密码机的话现在差的有点多 差两台整机 拍一张照 对约瑟夫来讲就打一波镜像双挂就可以了 镜像双挂稳赢版 我是怎么觉得的 当然 骗了一波 一棍子 两连棍 三连棍吧 三连棍好像打不了 这波约瑟夫 刚才这个走位应该是有在骗 有在骗的意思 有在骗的意思 只是我当时第一时间没有理解到 再转排回去 他有一点点想 打实体 我是觉得镜像双挂不就好了吗 因为钢密码机这边修完以后 他我觉得这个级别的约瑟夫对于人的一个位置 的判断应该是不会出问题的 那现在的话也可以啊 因为所有人都是一刀梅 即便剩下三个狼人 我就不知道三狼人 来 你们翻给我看 翻得了 好吧 一人一个火箭 翻给我看 这个局怎么翻 我再给先知一只鸟 我觉得他都翻不了 这刀 还真有鸟 打针对 飞轮 好的 华老师 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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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机子不够 这个机子真不够 我拖个一会 可惜了 这块板子如果砸到 这刀没吃的话 这边看太原上车了 这刀抽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 打是打的已经很好了 但是劣势呢 真的是大的 有一点点没边了 先知继续吸鸟 两秒钟闪现 来来来 对吧 全来 顶金身信不信 这边的话 先知又吸出了一只鸟 一刀 好的 救下来 然后棍 躲掉 闪现一刀 抬的是先知 不对 这波先知没有什么太大意 我也无所谓 我换挂 好吧 我换挂行了吧 跳得漂亮 再连一棍 把形式挂上吧 好吧 你们厉害 你们狼人厉害 确实厉害 487 这边 最后一棍 最后一棍 这一棍 倒是有机会能将人救下来吧 棍得好 是有机会能救下来 但又有什么用呢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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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仙女 晕了 一刀 飞轮 骂了个 骂人 这个操作确实 好看 好看 好看到只能用招话来 抒发你内心的那种激动 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的还好 我定力足 我忍住了 改变我们下集见 拜拜